上車水馬龍 但駕駛後照鏡 卻突然看到一道綠光 強光閃爍相當刺眼 干擾視線 還來回晃了好幾下 方向盤都差點沒抓穩 照片看得更清楚 綠色雷射光光束集中 從後車副駕位置照射過來 發射距離隔了好幾公尺 明顯拿雷射比惡意亂照 駕駛氣炸怒嗆 現在車上除了被武器 連雷射干擾設備都出現 國一系武高架環北路段上 白色多元計程車 一次變換車道不當 不滿被小貨車按喇叭 竟然拿出雷射比照射前車後照鏡 影響駕駛開車 驚嚇又無奈 將畫面拍下搜證 簡直拿道路跟生命安全開玩笑 雷射光的話 它是一個高能量的光線 聚集在視網膜的黃半部的位置 可能就會造成 永久性的視力的損傷 不僅行駛中事件被擾亂 可能造成可怕交通事故 高功率的雷射比 點燃火柴或射穿氣球都沒問題 恐怕還會對眼睛造成不可逆傷害 此種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安全 若查證屬失 將會予以重罰 前有國道雷射比之亂 後有馬路奇觀 讓民眾捏把冷汗 台北大安虛十字路口上 一男一女站在路中央 忘情勇吻 彷彿忘記時間 貨車機車一旁呼嘯而過 民眾拿起手機狂拍 兩人通通不為所動 曬恩愛曬到大馬路 但真愛也不用 拿命來賭吧 記者也有您分享 喬台北報導 查結束 記者會 記者會 並且 提供 隨便 佛